賴清德到底取得美國信任了沒有 賴清德還在觀察階段嘛 那一個觀察階段的人請問一下 他敢說我今天我要讀就讀 我寫一份講稿 來美國老大哥你要看自己拿去看 有可能這樣子嗎 你覺得是老美 Agreed 還是我Order你 逼得你講這些話 我要求你要說到某幾點嘛 美國會不會願意幫台灣打仗 而是更反的 應該是台灣會幫美國出頭 當大陸的眼中釘 我們看到賴清德總統520宣誓就職 真的沒有蜜月期 直接航向了深水區 他的一場演說 讓中共炸鍋 國台辦連續兩次開炮 直接定調這就是台獨吃心妄想 我們就問 這樣兩岸還能期待交流嗎 學生交流有機會嗎 觀光交流有機會嗎 會不會最後變成了夢幻泡影 居然哥我們雖然說先討論到國台辦 零兩天炮紅賴清德 但大家想說這意外嗎 不意外吧 因為總是罵賴清德是第一個台獨務實工作者 說哎呀這個台獨啊 自食俄國啊 下場啊死路一條 絕對是絕路 但各位啊 我跟各位講 真正觀察重點反而不是這個 俊翔哥你知道第一個罵賴清德是哪一個單位嗎 是哪一個單位 外交部 這不是很怪嗎 對 為什麼是外交部先罵 因為你國與國嗎 不是 當然不是 外交部會罵只代表賴清德背後有一個人的影子嗎 這個人叫誰 USA 叫美國嘛對不對 罵給美國看 當然嘛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劍指美國 外交部也罵 王毅也罵 最後才國台辦對著罵 但到底是說什麼 讓他們這麼生氣 環球時報直接平掉 因為賴清德是毒啊 所以我們會精準制毒 反制絕對不會停留在口頭 換言之 會有務實層次上的攻擊賴清德 但我跟分析各位給幾點聽 請問一下賴清德的講稿 他們現在我們談的是520就職文稿嘛對不對 那大家都說 賴清德這份講稿得要先給誰看 給老美啊 給美國老外看過嘛 這個是板上丁丁的事情嘛 學者認同 但我反問一件事情 賴清德到底取得美國信任了沒有 我們不是先前一直跟 武器爆新聞觀眾朋友講說沒有 為什麼 因為國安也好 顧力雄 吳釗謝 包括蕭美琴 這些人士的任命 國安團隊的任命 都是小英的人 蔡英文的人嘛 所以賴清德還在觀察階段嘛 那一個觀察階段的人請問一下 他敢說我今天我要讀就讀 我寫一份講稿 來美國老大哥你要看自己拿去看 有可能這樣子嗎 所以這裡面講稿的論點是 老美同意之下的 對 居然哥你還算客氣了 你覺得是老美 agree 還是我order你 逼得你講這些話 我要求你要做到某幾點嘛 所以你才搞懂了嗎 為什麼今天中國大陸 會用所謂的外交部做第一個批判 因為很顯而易見的 這個不叫做態度 他是對於賴清德炮轟說 你實在太過於美 配合美國的論調 所以才會用這種模式來去處理他 來了 進入了真正的深水區 當我們一步一步被推向了火線邊緣 老美會幫我打仗嗎 老美會保護我嗎 我會面臨怎麼樣的台海 一步一步相高的風險 對 所以你看著 我們在討論到美國的角色跟定位問題 但你先看一下賴清德 所謂的新兩國論這個東西 到底嚴重在哪裡 馬英九說什麼會讓兩岸關係 面臨到不可預測的風險 很多人一定不以為 亂講馬英九為什麼 蔡英文四個堅持裡面 是不是有提到中華人民共和國 跟中華民國互不隸屬 對啊小英可以講為什麼賴清德不能講 為什麼會有不可風險 因為他用的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用的是什麼 中國 他就直接寫中國兩個字 各位他直接講中國 他等於是什麼 把我們原本台灣中華民國 是不是還擁有中國的代表權 直接送給對岸 你連屋頂都不要了 台灣就是台灣 中國就是中國 他背後的理文本在這邊 但怪是怪在哪裡 是不是符合美國的論調 是喔 為什麼美國國務院 甚至美國的白宮 居然哥你知道他們用什麼 來祝賀賴清德嗎 用什麼 台灣總統 這完全一搭一搶 所以這不是說賴清德今天想讀就可以讀了 沒這麼單純 而是在中美現在對抗 是不是我們從晶片站到整個南海的紛爭 到太平洋的紛爭 對 大家一直在談論到 賴清德還有講到什麼 第一島鏈 那第一島鏈是誰的概念 美國的概念啊 所以他都是從美方的出發點 所以換言之 台灣現在在做什麼動作 當馬前竹的角色 而這個風險 你在問 美國會不會願意幫台灣打仗 而問反了 應該是 台灣會幫美國出頭 當大陸的眼中釘 等等 等等 政府告訴我們 當我們在提出這樣的憂慮跟擔心 老美會幫我們擋子彈的時候 他說沒有啊 520那一天到這幾天 ADIZ也很平靜啊 台海海面上也很平靜啊 他當然是這樣講嘛 他說自嗨說 賴清德520就職的時候不卑不亢 所以我跟你講 整天都沒有這個共機老台 當然嘛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一直在討論到擋子彈的問題 但現在的問題不是擋子彈 現在的問題是有人要把你送上風孔浪尖 有人要把你送到最前線去替他作戰 對不對 菲律賓是不是也一樣的概念 菲律賓最近全部部署的都是誰的設備 那美軍的設備啊 日本是不是 西南諸島也是美國的設備 所以台灣會不會也變成這當中的一環 而後續的問題跟大麻煩 恐怕就不是什麼共機老台的問題 而是如果真的衝突一旦升溫 如同美國要的 但請問一下在第一線 我反過頭來講 替美國擋子彈 替美國開槍的是誰 會是台灣人民 好 那我就問了 說好的也在你的這個這個 致詞文稿裡面的 學生的交流呢 觀光的交流呢 當賴清總統還在堅持對等交流的時候 這些會不會變成了夢幻泡影啊 對沒有錯 因為即便我們講口惠而死 不是什麼意思 你已經把這個底線 把這個狀況 已經激化到如此激烈的狀況下 你說 但是我跟你講啊 我還是希望雙邊能夠在對等狀態的狀況下 重啟對談 尤其他講兩件事情 一個叫做陸客 一個叫做陸生 但我要講的是 沒有談到的事情 請問一下賴清總有沒有談到陸子 沒有耶 最重要的錢沒談到嘛 那陸客跟陸生 你看啊 國來辦的回應就很巧妙 他說沒有辦法付台 這是你台灣單方面造成的啊 包括我們大家知道六月份的時候 還有所謂的淨團令哦 他說雙邊對等的前提 哪有促進兩岸交流 真心的實意 那我請問一下 國台辦在罵的人到底是誰 當然是前朝的蔡英文政府嘛 但你賴清德已經在開場 為了美國踩得這麼硬的狀況之下 你覺得還有可能進一步對談的可能嗎 所以你不要叫我熱臉貼你冷屁股 如果我從小地方釋出善意 去堆疊性小的善意變成巨大的善意的話 他會買單嗎 對現在講那個最大問題是在於說 雙邊現在堆疊了 我們從驚嚇世界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沒了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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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沒有善意 有的喔 是有善意默默在釋出的喔 只不過這個善意 能不能敵過雙邊的惡意螺旋 其實這也攸關到兩國之間 你包括你說 中國自己內部的內政問題 以及台灣 我們到底民情對於整個陸客 以及陸生 接受度到多少 所以這個堆疊不只是雙邊 互動上的堆疊 更是在包括國內 自己對於自己民意的堆疊 但是有人受不了 還跟你在那邊慢慢堆 我都會餓死了 為什麼 觀光月各位 6月1號就要準備要抗議了 理由很簡單啊 所謂的禁團令到現在為止 還沒有解封啊 所以各位 你說世出善意喔 賴清德 他這個是考驗他的一關 也就是 蔡英文所留下的麻煩 蔡英文所留下的爛灘 賴清德買不買賬 我就問如果他宣布說 好 這個6月要禁團令 因為考量到現在的氛圍 所以取消了暫時暫緩 這叫不叫善意 善意 當然叫善意 所以如果透過這種方法 菜歸賴不隨 就有可能進行善意螺旋堆疊 觀眾朋友今天520 賴總統的就職演說 我們觀察另外一個重點 當然是兩岸關係 中國選在520前夕呢 調查台灣的共劇巨甲權 POM的反傾銷 石化工會直接說 POM雖然不是大宗產品 可是發動調查時間點 太敏感 警告意味極濃 而賴總統的就職演說 他其實也釋出了兩岸共融的善意 具體就點出了 從恢復觀光 從學生就學交流開始 問題是股價反而被嚇趴了 維漢 兩岸要破冰有望嗎 好 今天要看 報信官的觀眾朋友 從今天開始就叫賴清德總統 你總統當選了 今天早上蔡英文前總統 離開了總統府 那麼賴清德就變成總統了 那麼上來以後呢 11點多開始發表520的就職談話 講到中華民國瑜 中華民國互不隸屬的時候 股市摔了150點 盤中大跌 但問題是我要跟大家講 最後也收盤了嘛 尾盤又拉伸 所以今天的股市還是漲的 還是兩萬一千多點 好 那賴清德總統 他當選之後 已經整整四個月了 這四個月的期間 其實他並沒有講太多話 那大家就期待了 剛剛所講的有沒有 那個俊翰哥跟大家講的 今天盤中會跌150點 當然時間上 股市我不是太懂 可是這個時間剛好就是他講出 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國互不隸屬 我兩個臉跟觀眾朋友報告 這不是第一次講 蔡英文總統也講過 第二個你也不會以為他不講 因為他是務實的台主工作者 對不對 所以這種狀況之下的時候 是不是因為這樣我不懂了 但是最後還是有拉回來 先跟大家說 但第二個 賴清德總統上來之後 接下來四年滿滿的都是挑戰 為什麼 因為他現在開始 第一個 國防的問題 兩岸可不可能越來越緊張 會不會打仗呢 從昨天到今天的兩岸關係 可以看得出來 有六架次的中共的軍機 還包含軍艦都飛過來了 那你看到有沒有 海峽中線在這裡 俊翰哥 他超過海峽中線的距離 有沒有 離基隆很近 巴士海峽很近 所以解放軍的軍機 只離基隆四三海裡 而且還飛進了鵝鵝鵝鼻 兩岸的軍事緊張 其實是在升高當中 所以我們就知道了 現在賴總統上來之後 他必須要面對幾個問題 包含能源的問題 包含可能勞保的問題 他今天講勞保絕不會倒 包含了我們的用電的問題 剛剛講能源 包含了現在年輕人 低薪高房價的問題 以及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立法院的衝突 還有兩岸的關係緊張 都是賴總統上來以後 要面對的四大問題 我們今天為什麼說 大家會盯著他談兩岸 他也用最大的篇幅 談兩岸 將近一千字吧 因為兩岸如果好 大家照顧好探家 生計才能獲得確保啊 那現在目前狀況看起來 兩岸要好也不太容易 因為不只是兩岸而已 俊強哥 你要聽其言觀其情 中國大陸面對於賴清德總統上任 那對岸是講說台灣領導人 賴清德 那他是怎麼做呢 他的動作是緊縮 他的動作是出手 因為不只對台灣 觀眾朋友 中國大陸商務部宣布要制裁 波音通用 通用還分通用原子 跟通用太空的科技的 三家公司為什麼 很簡單 你可能看不懂 那我將講完大家理解 因為波音跟通用 有賣給台灣相關的軍事武器 所以你敢賣給台灣 我就來制裁你 制裁你 所以你要知道 這其一對通用跟波音制裁 因為你對台灣軍售 再來 他還對台歐美日 不只只有台灣 連這個歐美日的所有 拒假權的這個公司 他都要進行長達一年的 反傾銷立案調查 所以未來這個 所謂拒假權的這些產品 你要賣去中國大陸 大家去查 看看有沒有反傾銷 那我們台灣拒假權 賣最多的是什麼 是台速 而且是EGFA的相關單位之一 他當時列的項目就有拒假權 所以已經十幾年來以後 我們賣去中國大陸 就是沒有關稅的 所以他現在開始要 自己反傾銷之後 你看你賣給我又沒關稅 我又沒有賣給你 所以又會違反WTO的規定 可能之後就要取消 那我們現在目前台灣 賣給中國大陸拒假權 歐美日大家可以再去查 但台灣就是台速 那台速今天也趕快緊急跟大家講 是是是沒錯 我們有賣給中國大陸拒假權 可是只剩我們整個台速的 整個我們的總營收1%而已 他也要告訴大家 不是告訴大家 台速也會受影響 對他跟他講說影響不大 就算不做這個生意 也不過就是1% 所以中國大陸現在出手了 包含了美國的公司 包含了拒假權 通通要開始進行反經銷的調查 或者是其他相關的制裁 所以剛剛為什麼會講說 他極其敏感 他不是大宗 可是他宣布出手的時間點 針對性極強 所以其實我們的相關產業 兩點其實第一個就是什麼 用電 希望賴總統以後 電可不可以何能 何二何三言一何四千不講 所以工商業界希望 用電能夠平穩 電價能夠低 第二個就是希望兩岸寬器 能夠和緩 因為畢竟台灣很多的企業 跟中國大陸有相關 包括我們的製造業 電子業跟石化業都有嘛 那所以相關的產業就希望說 不然賴總統可不可以 不要兩岸關係緊張 但是今天的520總統 就職演說當中 很明確地講 台灣中華民國台灣 跟中華民國 都是響亮的名號 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國 互不隸屬 蔡總統講過 今天賴總統再講一次 好 今天聽完賴總統的 就職演說之後 兩岸篇共融和平 當然你會覺得 那是一種善意 可是風好亂喔 偉翰帶我們來釐清一下 他好像又一手蘿蔔 一手又棒子 好 棒子跟胡蘿蔔 鋼威恩威並濟 是基本上政治上 所不可或缺的SOP 是 剛剛講的是棒子嘛 但是你要講說棒子 一打下去打到底以後 那我也就跟棒子對打 有沒有可能 有胡蘿蔔讓你再想一想 那今天賴總統我特別講 希望兩岸的旅遊 能夠互相開放往來 對 那中國大陸 現在是做了一點點是什麼 就是上次 傅昆起國民黨立委談 去以後有沒有講 馬祖對不對 跟福建的觀光客可以來 所以他現在跟大家講 現在馬祖的觀光協會 證實說520之後 他會去宋建 大陸有彩線團 之後還有更多的觀光旅遊團要來 所以要賺觀光的錢 第二個 大陸他現在目前有投資 他投資了人民幣1億元 就是在馬祖的 駒馬 銅城 生活圈 那可是問題是 這個對台灣的民眾來講 如果你沒有去馬祖 或是你不住馬祖的話 跟我們比較沒有直接相關 你的感覺沒有那麼直接 那對馬祖的 現在我們馬祖也有觀眾朋友 對 馬祖觀眾朋友講 我們現在至少你看 人民幣1億 台幣4億多 那實際上措施以後 他們有共同生活卡的時候 對馬祖的觀光客會多 而且可能帶來一些觀光財 他會有感 那就會有感 好 原知 今天賴總統的就職演說 兩岸的部分被解讀是很鷹派 我們還能期待兩岸破兵有機會嗎 其實我覺得看股市反應最準 一開始的時候 賴清德總統他有講到說 希望兩岸觀光可以交流 也可以開放學位陸生來台 那時候股票又往上 結果沒多久他講到 他一直稱中國中國中國 然後說中華民國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馬上股票下跌一百多點 那最後是有拉回來 可能不知道為什麼 互盤怎麼樣拉回來 但是這個過程當中 就透露了股民對於賴清德 他對於兩岸 會不會讓兩岸和平不信任 不然股價不會這樣子 賴清德跟蔡英文的 那個就職演說來比較 蔡英文總統從來沒有提到 中國兩個字 在就職演說的時候 他稱對岸都是講對岸 然後講我們就講台灣 我國或中華民國 可是賴清德他這一次 他的就職演說 就講到中華民國台灣 然後講到跟中國 互不隸屬什麼之類的 就是擺明就是兩國論 那當然這個是他的理念 可是他會在就職演說 凸顯這件事情 就代表說他就是一個銀牌 一方面就對於其他的產業 像石化業啊 或者是一些機械啊 或者是紡織啊 慢慢慢慢就會面臨到壓力 而且中共現在的制裁 也不是只有治了台灣 那不能說制裁 就是他開始比較硬了 開始跟你玩真的 開始不浪力了 那這些產業 當然多少都會受到影響 我覺得就是說 感覺上好像賴清德 他還是要走一個鷹派路線 我本來預測啦 就是說因為他們在國會是少數 那假設他希望真的做一點事情的話 他會希望南邊和解 他也會希望兩岸和解 至少在前四年 他尋求連任的話 前四年有些政績出來 然後讓台灣感覺到比較 有修身養息 大家不要鬥來鬥去 然後可以明明安過的視頻 可是從今天的就之前說 他講中國 然後講這些東西 感覺上真的是 時間520最後倒數四天觀眾朋友 今天出現的真的是 華天下之大雞的一則新聞 什麼新聞 來看到在這裡 這個是什麼 中國宣布懲戒 劉寶傑在內五名台灣名嘴 為什麼 他們傳播錯誤的言論 我跟你講 他就在傳播錯誤的言論 為什麼 劉寶傑不是名嘴 他是天王主持人 是其他的名嘴 他們是本於新聞報導 做出的政治評論 為什麼觀眾朋友 這件事情在台灣炸鍋 在全世界的華人圈炸鍋 因為史無前例 因為他講了這句話 他說什麼 他們的錯誤言論 蒙蔽了部分島內民眾 挑動了兩岸敵對這個關係 傷害了兩岸的同胞的感情 他說什麼 他要嚴懲劉寶傑等五個人 王長 跨海你是要怎麼嚴懲 你根據哪一條法要怎麼嚴懲 他說 拭目以待 你怎麼看 我笑死人了嘛 這太好笑了 你中國要怎麼去 對我們台灣人做嚴懲 我就問 我們都活在同塊口地上 你中國活在自己 你們自己中國境內 你要怎麼對我們的 台灣這些名嘴 跟主持人嚴懲 很難講 你根本不可能辦到的事情 那這件事情 坦白講 剛剛靖香哥說 保潔哥是天王級主持人 還有一位不是名嘴是誰 王毅川也不是名嘴 他是民進黨的政策會執行長 他哪是名嘴 所以我覺得 國台辦有點搞不清楚狀況 你知道嗎 那這件消息出來之後 我跟你講 你反而讓很多綠營 嗨翻了嘛 紛紛想要得到你的認證說 我們是愛台灣的人 所以我覺得 國台辦在這件事情上 完全失去了他們判斷的標準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今天這場記者會 這個人很帥的手一指出來 結果 讓台灣不分藍綠 不分黨派 大家更團結了 你的這個嚴懲 最後是爽到誰 爽到在那邊 聽你記者會的12億人口嗎 我根據我現場的記者朋友 他們去追問那國台辦 國台辦說 你到底要怎麼嚴懲這些人 國台辦講不出個所以然出來嗎 所以你就只是讀稿無記而已嘛 今天台灣的言論自由 難能可貴什麼東西 我們那幾路上討論的 這些中國的一些事物 坦白講都是看你們的微博 對不對 看你們的這些網路上的這些 騰訊網這些訊息 來做報導的 有什麼不對呢 你們央視不能講 我們台灣媒體可以講不行嗎 我們台灣媒體就是言論這麼自由 那你們央視有什麼 你們央視也只能照稿宣課而已 那今天 我必須要坦白講 因為我過去是 我是媒體工作者 我必須要很嚴重的講 今天我們台灣媒體 坦白講 我們真的是照一五一十的 所有網路媒體 網路上的消息 來做報導 來做分析 哪裡有什麼 傳達不實言論 哪裡有傳達什麼錯誤言論 我真的覺得 大國你要有大國的氣度 今天是怎麼樣 講不得是不是 只有你們可以嘲笑台灣 我們台灣不能嘲笑中國 是不是 這我覺得非常荒謬 所以我個人覺得 即便這個 包括像寶傑哥 他這種天王級組成 他當然做論功課 他每次節目前 他不需要看資料嗎 他看的資料比誰都還要多 我就這麼講 包括視聰哥 人家財經專家 全球的這些財經股市 都把他遼落執掌 他輪得到你國台辦說嘴嗎 所以我真的覺得 這件事非常荒謬 這件事卡在一個什麼點 卡在賴清德就職的 倒數五天到四天這個情況之下 我說真的 原本大家還覺得說 這個國慶舊子點 大家要不要去 我們自己國內有些分歧意見 有沒有 現在你拋出這個方向出來之後 我跟你講 藍營也覺得說 通通都去了 覺得應該要團結起來 譴責國台辦 因為現在藍營的人 也不認為說 我們要跟國台辦 一起來跟綠營的政治人物 來做譴責動作 因為如果你們一個鼻子出息 你是不是又變成中共統路人了 所以我個人覺得 國台辦根本就是搞錯方向 你自己感覺好像自己想邀功 還自己有做一些 這些大內宣 跟國內的人說怎麼樣 我有抓到這幾個 好像這個 點的開名單出來 可是實際上 我就是大家也好奇 我們今天討論說 你到底這個標準是什麼 陳柏惟也在網路上 在他臉書上說 怎麼沒有他 陳柏惟他也是 抗中保台的議員戰將 陳柏惟他還嘲笑你們說 你怎麼沒有點名他 對啊你看到 被點名的余北辰 他說什麼太棒了 謝謝你給我堅持民主的勳章 你把他們當成什麼樣的十二不赦 要跨海嚴懲的 他謝謝你 因為你的言論 讓我變成了英雄 變成了抗中保台的英雄 何苦來在 來 陳柏惟剛剛我看你一邊聽 旺澤在講 你一邊笑了 笑得好苦啊 沒到大選最怕就怕什麼 怕豬隊友嗎 像這樣子的言論 代表台灣有一個共同的價值 平常都說 哎呀台灣人沒有共識 不管是藍啊綠啊 這意思形態不一樣 但是我告訴大家 言論自由是台灣最大的共識 這個是沒有辦法挑戰的 如果你國台辦認為 某些名嘴或節目引述的資料有誤 這個報導有誤 你可以想辦法澄清 你可以另外用平台去罵他 這就是言論自由的公平 大家用同樣的平台 想辦法用客觀的數據說服大家 而不是用什麼武力啊 或是用懲戒 而且還要懲戒連貨籍家屬喔 及他的家屬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懲戒 除非他們在大陸有製產 我可以沒收你 他有大陸旅遊 我可以不讓你進來 不然這個懲戒聽起來 只是狗廢火車 只會讓台灣人更覺得 既然立法院正要進行幾項 可能反滲透法 我們大家要去修正他 推翻他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違反了言論自由 在野黨搞不好 想要去重新審查 去改變他 但就因為這個懲戒 可能讓到時候立法院 如果要去推這個東西 就說 你是不是中共同族人 你要來改變我們 對於所言論的審查 是不是中共認知作戰等等 這就變成讓我們 更在野黨更難監督 好 錢秋我問你 這個時間點太詭異了 520算一算 倒數四天五天不到的時間 選在這個時間點 你告訴我 你要懲戒劉寶傑等五個台灣名嘴 挑這個時間點 他的政治意涵 他精心選的嗎 我相信他可能有一些名義要交代 但是他挑錯人了嘛 首先挑的不具有代表性 不具有所謂的仇恨值 他不具有嘛 頂多他們有很高的收視率 還有影響力 但是他這個時候想要 包括軍機最近 飛到台灣四十海裡 槍關的這個軍事行動 一起包圍起來做 空中的 海中的 言論的 一起來懲戒的時候 就打錯算盤了嘛 言論只有這件事情 大家在電視上講話 哪裡得罪你了 你看不慣你家的事 大家可以用不同的平台去評論 那你要用這種 所謂懲戒跨海 來懲戒你的方式 會人笑啦 就是他以為大國 沒有錯大國的風範 就是要擺出來的嘛 觀眾朋友我們聽到這個地方 來 你再來看看 被國台辦點名的四個人 怎麼少一個 少一個我等一下把他抓到現場來 聽他現場的手法 黃世聰等一下說給你聽 賴清德520就職 最後倒數來看到內外交迫 兩個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先來看對內 到底立法院 昨天一頓晚餐 賴清德下達了反手圍攻之後 狼煙四起 這一下怎麼善良 徐曉星 吳釗燮 今天立院這一仗 等一下我們帶您來看 當然對外 今天最新的消息 我們來看這一張 這個中國大陸的國台辦 宣布包含了劉寶傑 在內的五位台灣名嘴 傳播錯誤的言論 這五個人 接下來恐怕難逃中國的 隔海嚴懲 其中一個關鍵人物在這個地方 世聰 世聰來告訴我們 當你知道這件消息之後 過去你曾經因為炸菜的話題 交了很多中國的網友 大家在網路上正常交流 這一下一個記者會把你 端上了斷頭台 你怎麼看 對今天早上就有 傳這個名單給我看 而且我還是名列第一名 那國台辦的這個發言人說 他還有念到我的名字 所以人家就說 這是你的光榮 但是我覺得是這樣子 就是事實上我以前來說的話 在這個我記得 2019年的時候 當時有一個炸菜的事件 那當時來說的話 其實我們是用一個比較 兩岸網友交流的方式 我說錯話 那我可以跟他們回應 那大家在網路上來說 有來有往這樣的狀況 怎麼過了幾年到現在為止來說 會變成是這樣的一個氣氛跟氛圍 我覺得主要原因有幾個 第一個原因是說 因為我們評論比較多 事實上我們現在已經很少會真的是 這個憑空捏造 因為大部分的狀況都是 國際媒體的報導 譬如說華爾街日報 路透社 或是中國媒體自己的報導 那這樣子 那因為我們主要是我自己 我認為說 我講了非常多 可能跟中國的經濟相關的 因為我們講的是中國的經濟 你知道從去年到現在為止 已經有多少中國因為講經濟的網紅被噤聲 甚至被消失的都有 我覺得我們可能很多部分來說也是因為這樣 因為講了很多中國目前為止不能夠講的東西 這裡面包括說像這個中國經濟的這個狀況 中國的爛尾樓 或是中國可能在這個地方上面的一些 發生的一些這個荒謬的這個事情 怎麼餘肉人民 甚至領不出這個人民幣 或是說很多這個電動車爆炸這些事情 我們講的都是事實 可是這些為止來說 可能在中國大陸 言論是要審查的 雖然說什麼 我們用錯誤的訊息 因為這些中國大陸民眾 剛才聽不到也看不到 所以他用這樣的方式來懲罰我們 那我的想法是這樣子的 因為我覺得我們在講台灣講的這些 我們雖然是名嘴 但是我們也是有言論的 我們也是要受相關的監督 如果我們講個假話的話 大家可以告我們 可以提告我們 我們也是要有些法律責任 那在這個之外 都是台灣言論自由的一部分 那我問你 今天選在520最後倒數 他出這一招 你評論中國大陸的經濟多久了 至少不下10年 結果選在520最後倒數這一招 就是要逼你閉嘴 他要引發寒蟬效應 你會怕嗎 對我當然是不會怕 為什麼 因為我們講的是事實 為什麼會在這個時間裡 我覺得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 未來中國跟美國之間 他們的對抗會越來越激烈 像拜登已經祭出新的這個關稅 100%的重關稅 對 那所以兩邊非常的緊張 非常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激戰的過程裡面 我們在台灣 因為很多中國大陸民眾 並不知道這些消息 我們他們可能會翻牆過來看我們的報道 我們的報道可能是他們真正了解 這整個事件發生的最重要原因 所以我們當然不可能停下來 我們一定還是會繼續報導 打死劫的兩岸觀光 現在鬆綁有譜了嗎 我們最關鍵的要來看到是 中國國台辦他們宣布 要積極來推動兩岸觀光 你們看今天觀光類股 立刻上演慶祝行情 但我們就問 台灣拼觀光非要路客不可嗎 擺在眼前的就是路客蒸發 日韓客人也腰斬狼 今天觀光股到底長什麼 我們就帶您從西門町的百億包租公的 傳奇店面 到最有名在當地的黃金柱 看完了一切就明瞭了 今天要跟大家報信的觀眾朋友 今天觀光股狂長對不對 長什麼就長三句話 第一句話 馬英九龜習近平見面的時候 希望大陸民眾多到祖國寶島看看 通關密語 習近平都講了 那時候我們報警跟他講說你等著看 習近平不是一般人 他講了以後馬上就後接誰 其實有接朱鳳蓮 但是中間殺出一個賴清德 賴清德呢 習近平講完話 賴清德今天他公布國防外交 還有陸委會主委說他說什麼 他說兩岸執政黨也希望能夠良性對話 他就怕乒乓啊 你去我來 你去我來又跳Tango 所以習近平說大陸的陸客應該要來台灣看看 然後這個賴清德也講說希望可以良性對話 所以他還希望海基會的董事長 以後鄭文蔡要扮演這個角色 然後國台辦發話了 國台辦說什麼 朱鳳蓮講說積極採取這個措施推動 這是昨天講這是今天講 所以等於習近平講完朱鳳蓮講 朱鳳蓮講完再讓賴清德講 所以看起來就有那個樣子了 當習近平說希望大陸的民眾多來台灣看看 就是要來團科開放啊 第二個朱鳳蓮講什麼 他說兩岸要積極的採取交流措施 包括旅遊 就在等這個啊 就等宣布 觀眾朋友 因為我們現在的狀況是這樣 本來我們已經開放團科了 現在目前四月是有的 因為三月到六月是有團科去大陸的 那旅行之後就是講說 我才高興又要擔心 因為你六月以後沒有了 那就看賴清德對不對 當其實大陸都已經這樣講的時候 就缺臨門一腳 我不知道賴清德會怎麼做決定 但我可以告訴你 只要大陸宣布 比如說五月中宣布 六月開始 大陸的團科來台灣 那我們台灣87%甚至99% 我們台灣講說那我們六月就不用停了 所以長在哪裡 就長在這裡嘛 所以為什麼觀光股整個都創起來 賴正義他講說 請趕快立刻恢復 因為百工百業都需要刺激消費 台灣就是一個島 我們需要很多觀光客 現在目前陸客 我們現在是這樣講 觀眾朋友 除了兩岸政治因素以外 有個COVID-19記得嗎 COVID-19疫情前在疫情後 現在目前我們的觀光人數 只有疫情前 請注意不是只有陸客 全部旅客 台灣現在目前只有疫情前的40% 所以砍的比一半還多的時候 我們的觀光業者 就會覺得很痛苦 那現在既然 朱鳳寧也講話了 賴總統當選也講話了 所以今天 航空、飯店、旅行社相關的觀光類股 今天通通漲 連續兩天有慶祝行情 好 從八年前的上千萬 陸客、團客、閃客人次 到今晚 團客零 好 等了八年 我們就來看看 台灣到底 真的非要陸客不可嗎 還是說 該來的要來 該來的沒來 陸客也不來 所以最後就心性浮溫去 所以觀眾朋友要知道 我在講的同時 我就是雲旦風機在講而已 但是在聽我們 今天看我們節目的觀眾朋友 我都知道 如果你住花蓮 如果你在西門町 如果你是觀光業者 你現在的表情是怎樣 對 我在等你散步 馬上要Yeah 或者是 對不對 因為觀光業者 他們知道 天長之別差太多了 花蓮因為這是地震的關係 沒有陸客對不對 台灣的旅客也不敢去 對 所以花蓮的那個地方 昨天復古吉說什麼 一路退訂退到10月 那如果陸客來呢 可能就會去 那花蓮可能就不會 不會整個都死掉 就會活起來 台灣很多地方 像西門町 像故宮 像士林業市 我們今天講西門町 西門町過往 陸客就是喜歡去 那在什麼時候呢 特別馬總統時期的時候 一年來的陸客 超過400萬 所以呢 不是 就不要管別國 就只有光是陸客 就超過400萬 一整年有1000萬 我們那時候 都要去跟他採訪 坐在電視台 都很忙啊 這個小吃那個店 都在這個 接觀光客 其中陸客是大鬆嘛 每個小時 當時可以湧入255人 那店面也因為 現在目前觀光受影響 狀況之下說 整個都沒去 大家知道 西門町有兩個特色 第一個就是年輕人特別多 第二個就是 店特別多 店還分兩種 一個是有店面的 一個是沒店面的 那你知道有店面的 像這個 這個是成都路31號 這個叫做 在西門町的傳奇店面 現在目前 真的很有名耶 我把你講 西門町的點運 人來就是前朝 人潮就是前朝 你開店只有三個要素 叫location location 對西門町 但我等一下沒有人 西門町現在以台灣來講 還算多 可是如果沒有入客的話 現在目前你看 這個傳奇店面 現在月租是33.6萬 這是應該 可能啦 就像個史上最低 因為以往沒有45萬是租不起來的 對 又堆著錢抱著去 你都不一定租得到 所以呢 但是因為現在 大家也知道供體時間 路剛還沒有回來啊 所以現在以33.6萬來租 然後呢包含了 你這個店 他說是那個地保名人 劉媽媽啦 那另外還有這個 百億包租公司 在西門町很有名的 西門町 他很有名耶 那現在大家都是這樣好不好 不要人家裡來租 你單 單什麼 單西門町的客人能回來 第二個我剛剛講 店面多之後還有什麼 住者很多 其他地方確實也沒有 因為我以前常去喜歡西門町 西門町的柱子光是這樣有沒有 這叫黃金柱 它就是一個 旁邊這個就是 齊樓旁邊的一個柱子 你看這兩個就是有差別 這個就沒有放完有沒有 是 這個就有 它整個掛滿了這些賣 是賣衣服 有的賣小物 有的賣什麼小公仔的 一個柱子 俊江哥一個月 不開玩笑15萬 一支台灣而已啊 一支台灣就15萬了 四面都能出 標寫也可以賺超過啊 對不對 但是現在我講的是以前 現在7萬8萬 而且還常常離捷運站越遠 租的人越少 現在目前往遠一點地方的時候 已經有大概四分之一的柱子沒有人租了 所以人潮前潮是完全相對應的 西門町 之所以這麼多人喜歡去 韓國客喜歡去 大陸客喜歡去 以前有一個慾望城市有沒有 女主角來台灣的時候 她也去西門町啊 大家以為說怎麼樣 她去逛那個有沒有 什麼LV什麼 跟你說已經看了 那她的西門町逛什麼 她要西門町 對 你看以前有沒有 好不好 她就跑去這個傑西卡 她就跑去西門町逛 所以西門町的人 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已經被曬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 趕快再回來 西門町現在還有很多朋友 大車輪討給你我的朋友 她說都沒有人啊 以前還要等路客 然後沒有路客 有日客韓客 都沒有了 為什麼政府不是跟我們講說 日韓客可以去填補那塊嗎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通通沒有 可是疫情現在結束了 結束了 還是沒有 因為路客現在不能來 對不對 其一 第二 日本客也不來 很簡單 日幣貶值 日本現在目前的錢變少了 又來台灣消費 很多很多喜歡來台灣的 日本的遊客有寫說 我以前一年去台灣 大概四次五次 現在變兩次 還是去 因為台灣現在消費 看起來感覺變貴了 好觀眾朋友 你有沒有去日本 最近這一年的集圈 怎麼變便宜了 對 那這種狀況之價的時候 好 這日本人就少來 第二個 那韓國 有漢國人不是要來西門廳買那個什麼 去家樂福啊 也不來了 韓國人發現說 越南更好玩 越南更便宜 我們一個網紅去越南 他去挑戰 50萬噸 越南噸 一天可以過得到 50萬很多 其實我剛才換算一下 台幣640而已 嚇死人 一天640 50萬的印尼噸 640 很省耶 一天可以640萬到寶 很省耶 所以台灣 韓國很多人其實都出國了 對 那這種狀況之下的時候呢 大陸的陸客其實現在基本上 他也跑去日本 他第一個不能來台灣 突然跑去日本幹嘛 日本的LV 因為日記貶值嘛 在日本買LV便宜啊 他隨便可以插個 人民幣大概三千四千 所以呢 日本跟韓國的客人 你要注意看喔 陸客也許政治因素 可是連日韓都不來有沒有 連這個日本跟韓國旅客都不來 說台灣怎麼辦 台灣就需要 趕快去救台灣的觀光 現在就是關鍵時刻 趕快把人朝西進來 大家才有可能發財 董哥 我就問了 兩岸觀光要出門了嗎 或者說 又再一次只聞樓梯想 不見人下來咧 因為包括習近平 或者賴清德 他其實態度現在都比較軟化 那他們不必再走 蔡英文那時候的路線 台灣非常需要觀光客 而觀光客裡面 中國大陸的觀光客 是消費能力最強的 而且他們對台灣充滿了感情 這是大家過去所看到的 雖然有一些獨派人每天謀罵 但是錢照賺 那今天 台灣跟韓國有一個會議 今天在嘉義開 他說我們一定要多爭取韓國的 韓國也派人來喔 那我們 加起來其實一年不到兩百萬 你去我那邊 我去你那邊加起來 韓國來這邊一年大概八十幾萬 來台灣 都跟路客不能比 包括消費力 包括人數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這是一個已經壓抑這麼久的一個機會 那民進黨 當然他有一些仇恨 對中國大陸 尤其七年選舉 七年六月 那時候很多 旅遊業者他們很氣 民進黨八年 鐵板一塊都不開 他們就 開了 大概六七百多請侯友宜到場 所以只有國民黨當選以後才有機會 那各位觀光旅遊的朋友 我告訴你 現在民進黨也有機會 因為他們很希望把柄做大 那尤其習近平 他已經講了這個話的時候 當他講了第二天 整個股票就上漲了 大家一定 因為大家都非常敏感嘛 而且這個是兩岸大家都互相有利的 我們希望有更多交流 更多 互相的往來 就會更了解 當然我們也希望能夠賺對方的錢 那我們現在台灣的觀光客有沒有去 有啊 我一堆朋友都去啊 包括我自己我們也去啊 我們去有時候想說省事這麼多人 我們就用個旅行團 可是我們不用旅行團的比喻 我們就找旅行團 你幫我們安排好 我們去那邊要有車就有車 要上山坐纜車 坐首道就坐首道 你全部幫我們安排 這旅行車幫忙安排啊 那我們去馬上 就省了很多時間啊 你要自己去叫車去那裡去找啊 這也是一個旅行車的概念 現在為什麼要這樣偷偷摸摸 因為政府不開放啊 但是旅行車在幫我們辦啊也會嘛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 我們在政府 每天講我觀光客客 要一千兩百萬 你沒有入客你想都不用想啊 我看王沟財 他現在剛好已經沒有被繼續任命的話 他心裡應該鬆了一口氣啊 是 彭卿怎麼看 我現在呢可以很負責任的說 就我所知道 就是立法委員傅崑奇不是要帥一個團 然後週末的時候就要到大陸去嗎 就是為了這件事情 可能會共同宣布就是要開放旅遊 因為這個對於 因為這裡面我們先講啊 並不是說為了花蓮 然後所以要開放兩岸旅遊 而是說兩岸旅遊這件事情基調 本來就已經確定在這個地方 那剛好碰上花蓮地震 現在花蓮的旅客蕭條的程度 大家是非常難以想像的 一直到10月底為止 所有的訂房旅客全部取消 剩不到5% 那你到10月現在還4月 10月那還有半年的時間 大家可以想像嗎 半年你完全沒有生意 請問一下這些商家怎麼活 趁著這件事情 剛好前面已經定掉了 所以我覺得有點加速 為了要拯救花蓮的光光 有加速的味道在 插個話 所以重點在於這句話 希望兩岸執政黨可以良性對話 520之後的賴總統的一面之間 就變成了整件事情 能成與否的最關鍵了 我覺得民進黨現在希望它成 主要的原因是他們其實 開了又關 已經承受台灣的旅遊業者 極大的壓力了 所以我不認為他們 會在這裡面阻擋 從這句話看起來 也並不打算阻擋 而且他們知道說 恐怕他們也得到了訊息 就是傅昆奇這一次去 目的其實就是為了要重開旅遊 那為什麼對大陸的光客 寄予聲望呢 大家不是都在講說 大陸經濟很糟很糟很糟嗎 可是你要知道 從匯率的角度來看 今年以來 即亞洲貨幣對美元都貶值 全亞洲通通都貶值 但貶最兇的是什麼 是日圓 日圓到目前為止 今年以來已經貶了9%了 貶到34年來的新地 而且現在它貶破15之後 如果再看不到 日本央行出手去干預的話 可能要再去看160 那哪些貨幣比台灣呢 貶得少 相對來講比較有消費力對不對 人民幣貶2% 那你說誰比較有消費力呢 更重要的是那個量體基礎 就是那個量很大 當然我會覺得說 這個觀光客 路客的觀光客 要回到2019年之前的 這一個榮景我覺得是很困難 但無論如何 終究對於 尤其是對花蓮來說 我覺得這個是及時雨 觀眾朋友 最快再過兩天星期五 我們給大家看到是 新第一波的內閣人員名單 就要公佈 其中最大的黑馬就是他 顾力熊 現在就被點名即將要接下 國防部長 今天我們就關心的是 兩岸這麼緊繃 這一位第七個文人部長 如果真的上位 對於兩岸關係是加分還是減分 是危機還是轉機 上個禮拜我們看到 二膽島不是出現了這個 中國的無人機 從廈門這樣子飛過來 然後就把你看現在畫面上 二膽島拍的一清二楚 包括軍事基地營區啊 然後他們在運捕這些彈藥啦 官兵的這個行走動作啊 又來了 拍的好清晰 結果這次又來了 他不但拍到了二膽島 還去拍我的這個猛虎夾 就是猛虎雨這個旁邊 對 都拍得很清楚 這一次又來了我們怎麼對付他 我們出動了干擾槍 你看到干擾槍去對著他 然後還發射了這個信號彈 那信號彈是示警 干擾槍是反制 但是有沒有效果呢 似乎我整個一分鐘的這個影片 軍方公布的這個影片看完之後 我沒有看到他的無人機有墜毀 還說無人機不能停止運作了 那這是就是無人空拍機的位置 你們看到剛剛圈起來這個地方 那我有干擾槍我對你發射 你應該被我干擾啊 是啊 軍方說後來他們的這個迫使 中國大陸那邊的這個無人空拍機 原機就返回他原來的地方 那可是照理說我們的認知是認為 他應該是不能運作 你要掉下來 他會掉下來啊 以前這個我們看到警察 在使用這樣的一個干擾槍 對無人空拍機 幾乎都是這樣子產生這樣的作用 可是你看到沒有呢 中國大陸他們用無人空拍機的 這個大陸網友他就講 哎呦絲毫沒影響航拍啊 干擾槍完全沒用 那雖然有出現間斷性的這個 GPS信號的這個漏失 但是呢 我們還是原機回來了 很挑釁喔 這個是來自於空中 海面上這張圖怎麼回事 這張圖呢是 大陸海巡艦 2303跟2304 2305 在這個2月底的時候 他們出動了三艘船 跑到了這個 從日本的宮古島海域 一致的隊形南下 到了我們蘇澳外海 甚至又到了這個花蓮台東的外海 全程靜默航行 他們來幹嘛 他們是據說 針對中國要建構中國版的星鏈 他們有一個這個 他們中國的國版的國網 就是我們看到 美方不是這個SpaceX 他的一個這個星鏈系統 那馬斯克的這樣的一個星鏈系統 那他現在中國也要有 中國版的星鏈系統 這個是為了開戰戰場的通訊 在練兵在操兵嗎 是的在低軌的這個衛星頻道 他這個軌域這個航道裡面 他們要建構25000顆的這個衛星 所以要靠這三艘船呢 把他們的這個所有的訊號 跟他們船上都有通知型的 一個這個系統 可以幫助中國的東風21D 跟東風26B 他們做一個訊號的反制 然後跟訊號的聯繫啊 這個對台灣來講 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 親門打亨 也是非常明確的挑釁 威脅的訊號 我們怎麼防備呢 是的 如果我們要防備的話 除了海空之外 就是陸軍的 那陸軍你看到 現在我們即將取得了 美軍的M1A1的 這個艾布蘭的坦克 M1A2T耶 這是地表最長的 M1A2T是M1A1的 它的一個更升級 它的update的這個版本 是 那我問你 有人說這個M1A2T 我們等很久 之前因為這個烏克蘭戰場 它延遲的交貨給我們 終於要交了 交了之後 這件事情 跟我們最擔心的 像戰 像那種城市的戰爭 有人說這完全就牽上了 因為它重 它重達65噸以上 然後呢 為了打城鎮戰 它加了外掛 你現在看到了 旁邊的一些這個 防護的這個 裝甲跟護欄 甚至它在這個 它的頂部 砲塔的頂部 有一些這個透明的這個設施 是 保護它的這個車長啊 都是為了打城鎮戰 那 接下來你看了這一艘 這一架的這個M1A2T啊 它除了還有設這個防爆門之外 分開人跟火藥間的這樣一個區隔 避免保護人員的這個安全 甚至有獨立的瞄準鏡 還有熱成像的夜市儀 所以買了這個陸戰之王M1A2T啊 其實就是 它想要 面對如果解放軍真的 登陸上岸的時候 截斷解放軍大量的這個陸軍的這個部隊 所以台海的防衛 當我從尖敵與貪案變成了成像作戰的話 我想到的是 大量的傷亡 我想到的是大量的那種絞殺 那是非常恐怖的情境耶 是的 所以現在的教招 因為這兩年開始非常精進在後背動員體系 那以後這個教招呢 他還要加入什麼 戰傷救護 教你怎麼打之外說 哎呀 軍槍我受傷了 你被教招動員 你要教會 把你教會怎麼來協助我這個傷員 怎麼樣把我抬走 逃離戰場掩護我 然後怎麼樣基本的一個戰傷救護 還有敵我識別 我們一定有友軍 但是一定有敵軍 敵人是為何而打 你要了解 然後做一個敵我識別 當然這也是最重要的是 防護他認知作戰的一環 所以這都是在為城鎮戰的巷戰 來做準備啊 那接下來 不只是要巷戰 要有這種很基本的基礎科目訓練 你現在看到的這些這個 基本的軍械是什麼東西 就是新式的槍械 兩萬五千把的T-112戰鬥步槍 T-112戰鬥步槍呢 他是5.56公里 想要取代的這個T-911已經用了很多年 戰鬥部隊第一線的這樣的一個 這個步槍 那還有 TS-112他的狙擊槍 你一聽到狙擊槍就知道 想像一下美軍在非洲 在中東地區他們打上戰 很多都是狙擊槍都要上那個戰場 烏克蘭跟這個俄羅斯在打仗來說還不是一樣 而且這一種的T-112呢 他有這個近戰瞄準鏡跟自退器火力強大 所以他可以適合做快速接戰 你就知道說台海現在的氛圍 台灣已經面臨到我們現在一切的準備 都是為了打城鎮戰的需要 是 董哥你怎麼看 M1這個戰車本來他是6月要來 是 他來不了 他說我們改成年底 那這一批總共108輛其實是一直在延後 結果我們光一個練習場延後三年 要2026年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有多少東西我們 人家要打城鎮戰的戰爭 結果你在打混啊 那包括馬文金立委 他曾經檢舉過 他說你們那個發電機 本來告訴我們立法院 一部是99萬 現在變多少 變成像500萬 你成長5倍為什麼 講出來啊 沒有人有答案 所以你今天可以看到 所有這些戰爭喔 是為了共金已經上岸了 那我們現在有辦法去防止他嗎 我們本來很神勇啊 4月2號我們要實彈射擊 結果悄悄的就說不射擊了 你知道錢力量無人機為什麼到二膽島 他說因為你們揚眼要實彈射擊 我來看一看啊 這個是老百姓耶 這個不是軍人耶 是啊 他說我來看一看 上一架無人機是這個動機來了 他還接受台灣的媒體的訪問啊 太囂張了 結果現在第二次又來了 是啊 現在又來的時候 你對我根本沒有什麼干擾 這只是老百姓啊 是不是 我們台灣不是有無人機國家隊嗎 我們不干擾槍不是怎麼厲害嗎 這些通通不厲害 無人機國家隊人機救災嗎 沒有啊 大家看到這土而其的無人機在救災 光我們什麼事啊 所以你今天看到 每個人都在那邊吹牛 然後你沒有想到 喔這個城戰 怎麼打 我告訴你金門人有經驗啊 貢金上來啦 對不對 到古零頭啦 我們就是跟他在村莊裡面打啊 那村莊裡面很多裝備 我請教一下 我們有這樣的訓練嗎 也通通沒有 所以這已經是迫在媒體 然後你已經被人家攻進來了 你有什麼方式去防患 現在這些通通沒有答案 但是我們很清楚 我們台灣 它就是美國跟中國大陸的棋子 人家現在已經是共管了嘛 為什麼 拜登跟習近平通電話在講什麼 保證不台獨啊 對不對 這些東西都可以看到 其實台灣的處境 是越來越困難 你換誰當國王部長 都沒有任何幫助 因為民進黨的態度就是這樣 最快再兩天 新那個名單要先抵牌 我要來告訴我們 這一張牌情侶是最大的一體黑馬 誰呢 顧力熊 他會接國防部長嗎 如果是他對於緊繃的兩岸 是危機還是轉機呢 好 今天自由時報寫 他就直接爆派 就是顧力熊 國防部的部長 很多人都這個表情 什麼 顧力熊 真的假的 觀眾朋友 記不記得上禮拜的報新聞 我跟俊翰哥在談 兩個重要的場合 一個是到新竹的中科院看無人機 有邱國正有顧力熊 沒有其他人 後來到國防部聽這個秘密報告 有邱國正他報告嘛 又有顧力熊 李仲威 外傳李仲威有去 馬上第二天被否認 所以當李仲威沒有去這兩個場合 顧力熊都在的時候 觀眾朋友 答案呼之欲出 今天曝光就是顧力熊 就是顧力熊 顧力熊憑什麼何德何能呢 觀眾朋友 我先跟大家科普一下 我那個年代開始探訪新聞的時候 顧力熊叫做四個字 人權律師 後來變成是民進黨立委 後來變成是黨廠會主委 後來變成是經管會主委 後來變成是國安會律書長 人生生涯一路開外掛 什麼都可以啦 對不對 他又可以守外野 又可以當偷手 又可以當補手 還可以投三分對不對 所以顧力熊什麼都可以嘛 他全部都可以 所以顧力熊基本上 觀眾朋友很簡單 蔡總統齊為相信的人 以及他的太太王美花 那當然你要知道 國民黨現在目前有一個立委部分區 陳永康 他是海軍的非常專業的中將 所以呢 基本上他對於海軍所有事情 都可以來監督 那你要不然也找個李仲威來對應 沒有 因為直接挑一個 蔡總統最相信的人 他叫顧力熊 好 從顧力熊 如果在兩天48小時之後 我們就知道先排 會不會是他 他是整個國安團隊 鐵三角其中的一角 這個國安團隊 現在也隱隱成形了嗎 兩岸這麼緊繃 他對我們來講非常重要啊 好 顧力熊的爬梳 剛剛講的一次 上禮拜報新聞 你有看你就懂對不對 第二個 上禮拜我們也有講 就是國安的首長 應該換湯不換藥 就是同一群人 同一群人 所以現在看起來 顧力熊現在是國安會的秘書長 他要當國防部長 對 吳釗燮現在是外交部長 他要當國安會的秘書長 大風吹 蔡明燕他是現在目前的國安局長 他還繼續當國安局長 對 所以呢 顧力熊 吳釗燮 蔡明燕加起來九個字對不對 觀眾朋友很簡單 三個圈換成三個字 三個字叫什麼 叫蔡英文 哇 所以蔡英文的勢力 持續在這個影響著國安團隊 那兩岸有轉圜的餘地嗎 所以很簡單 我剛剛一講俊大哥就懂了 原來這三個人的共同特點叫做 蔡英文 是 所以顯然所謂的蔡歸賴誰 賴清德總統當選人 親屬屬性沒關係 大家都說你看 國人在看 對岸在等 美國也在觀察 所以我什麼東西不管呢 我通通用蔡英文總統的國安人員 雖然有些換了位子 但是同一批人 所以美國的解讀會是什麼 這個人就是蔡英文路線 對 所以當我今天 這張照片特別傳神有沒有 賴清德在這裡 蔡英文在這裡 旁邊後面跟的是什麼 顧力雄 新國防部長 顧力雄跟在誰的後面 蔡英文後面 那因為他跟在蔡英文後面 所以他就可以來當國防部長 所以這個事情呢 就等於是賴清德總統當選 要傳達給美國一個訊息 我所有的國安團隊 包含的國安會密集團 觀眾朋友 國安密集團何其重要 開國安會議的時候 他是在現場最主要的幕僚長 他等於是文人參謀總長 對不對 他管國防管外交管兩岸 他所有匯報以後 再告訴總統請問怎麼下決定 所以呢 當他用了吳釗燮 他是戰狼的個性 可是又把國防部長 文人部長 觀眾朋友 中華民國第七個文人部長 他不是戰狼的個性 大家了解 因為大家可能對顧力雄不太了解 他的這個位置雖然很多 又有一些批評 可是他跟吳釗燮相比的話 他身段是較軟的 所以一個身段較軟的國防部長 但卻是一個戰狼的國安會的秘書長 再加上掌握所有情資的情報頭子 繼續留任 賴清德 蔡歸賴水 繼續把國安團隊 延續蔡總統的第一個任期 之後會再換 但是520上任之後 用的都是蔡總統的人馬 那我就問 以後誰到立法院去國防外交文會 接受國民黨立委的備詢 就是顧力雄 那大家會看得出來 顧力雄雖然有時候 他的這個 因為律師個性 他是非常的口才犀利 可是他有時候也會放軟 像兩岸的議題 這一次的馬席會 觀眾朋友 你要知道 這一次馬席會到了大陸去 二次馬席會 包含了邱泰山 陸委會主委 包含了國安高層 沒有口出二言 都說 如果可以降低兩岸的話 也不錯 有沒有 所以好幾個民進黨立委講說 看看人家怎麼講 不要先去罵 他只是放任下面的可能議員 甚至是立委 或者是網路側議 不斷來攻擊馬英九 國安高層沒有出手 所以你要知道 他這個所謂上面放很鬆 下面拉很緊的這種 所謂上鬆下緊的樣子的政策 顧麗雄以後當國防部長之後 你就可以看出端倪 總之觀眾朋友 今天的這個新的架構出來 國防的相關首長 通通都留用蔡總統的人馬 也是耐性的要傳達給 國人跟美國的訊息 就是我走的是 蔡英文路線 好後知 我們現在看到了 顧麗雄如果是他接任 新的國防部長 這會是一張好牌嗎 對於美中台的三角關係 是加分還是減分 就韋漢剛剛講的 基本上來講 他傳達的是一個 維持蔡英文的路線 但是只是說第一個 以現在兩岸的局勢 你是不是適合用一個 文人部長 文人部長 就是說你明明是一個 比較緊張的情況下 你為什麼會在這個時候 用一個文人部長 文人部長能不能壓得住 再一個就是說 我必須要講說 以這 剛剛韋漢也講的 大風吹嘛對不對 那既然 你其實如果要傳達蔡英文路線 這兩個人如果不動 是不是更好 他如果說你孤立雄繼續做國安會 吳釗燮繼續做外交部 是不是讓人家覺得更穩定 更維持現狀 他為什麼要動呢 這個動法到底有沒有比較好 這是我是懷疑的 就是說他要傳達我要維持蔡英文路線 跟未來的美台關係的互動不會變 但是問題是 你這個一動 是更好還是更不好 如果問我 我是覺得 基本上風險是變高的 唯一好處是什麼 就是說原本比較戰狼的 吳釗燮現在可能不在第一線 然後換了一個孤立雄 只是說 這樣的運作 我沒有那麼看好 因為我覺得 現在你除了 你除了原本蔡英文的 險天國造建軍這些東西之外 其實你實際上 部隊的操演這件事情 是 備戰這件事情是重要 對 那文人部長能不能做好這件事情 我是比較懷疑 而且我覺得 他這樣的大風吹 還不如 你就算擺在原來位置上面 五七暴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鄧田康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暴新聞 俊項還有優秀的五七暴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挖 真 像